久违了,铁岭那家猫太多又回来了 我叫路易 对,就是那个永不明目少年包青天二 里面都没有我任何戏份的路易 但在一个铁岭宠物博主自制搞笑配音短视频中 我是绝对的男一号 我在这个短视频里角色任务 就是只负责吐槽 瞅谁不顺眼 我吐他,看谁不舒服 我吐他 吐来吐去,我就坐下病了 以致我看见哪只猫 我都要呸呸呸吐几下 我这么一吐,对方急眼了 问我,你吐啥 对 我说,吐你咋的 霸气外露 他说,有能耐再吐我一次试试 我说,试试就是试 我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 一连补拍了三条 这个画毛糕的广告才完工 没错 我就是,呸呸呸画毛糕的新一任形象大使 既然做了人家的形象代言人 我有必要说出那句广告语 嗯 时尚画毛方法千万条 安全画毛第一条 嗯 吃了呸呸呸画毛糕 你就是本届土毛大会最亮的菜 嗯,真香 这是我的果果姐 从六楼下来和金嘎达相亲的 啊 金嘎达逢人便讲 他有多喜欢我宝宝姐 可现在又跟我果果姐宁爱上了 玛丽姐,你替我骂骂金嘎达 臭不要脸 是,铁领那家猫太多 可像金嘎达这样一情别恋的猫没几个 我爸偶像算一个 我爸偶像和金嘎达都是一路祸色 金嘎达 你不是说只爱我宝宝姐一个吗 怎么这几天又去追我果果姐姐了 为什么呢 其实,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反正呢 金嘎达跟谁好 跟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只能说这小子命好 跟谁好 我都得管他叫姐夫 管一个乳秀未干的小白脸叫姐夫 就真的有一种嘴巴上生枝窗 不好意思开口的感觉 算了 罢了 铁领那家猫太多 可就金嘎达没绝育 等我过生日时的吧 我一定对着蜡烛许个愿 今年我勉为齐男叫你一声小姐夫 明年便理直气壮叫你一声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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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